我是金里养牛牛吴可 今天咱们谈谈怎么学好一头总公牛极其重要性 老话讲是母牛拐一窝 公牛拐一窝 一头母牛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自己所生的小牛 一头总公牛在自然交配的情况下 一年可配几十头母牛 采用冷冻基础 人工受精可配几千头送到三万头 特别这个铝配不运的牛和这个也硬发情的牛 如果使用总公牛交配效果会更好一些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也就是说这个总公牛直接影响到几十头几千头 甚至三万条小牛的好坏 所以说现在总公牛非常重要 那么怎么能选好一头总公牛呢 总公牛应选这个体型高大 体脂健壮 有熊相 头短 脖子粗 眼睛大有神 内腰平直 宽广 长短适中 胸部宽身 内骨开张 腹部紧凑 呈圆筒形 后座要求这个宽 长 而不清斜 也就是说不搭了烧的 尾根最好是上翘那种 肌肉结质 四肢粗乱 姿势良好 提圆大 而指结质 也就是那个原毛提的 而且那个提加的非常紧凑 行动必须得是灵活 兴誉旺盛 两个睾丸大 而且对称 单个睾丸或者是睾丸小的公牛 均不应该作为主流 除此之外 咱们还应该注意它这个花片和颜色 最好是选择紫红花或者红白花的 要求不能太乱的啊 还应该注意这个公牛的祖先和这个后代的表现 尤其是后代的表现啊 本来我写说你不